那么Botson College能把事情做精,而且把项目教好 实实在在的学生的就业和学习到的技能才是最重要 我一直有一个理念,我觉得做人做事都应该精益求精 我在之前很多期视频里有说了,我说 为什么我们老说小日本好家伙说什么人家有craftmanship 中文是工匠精神,降工精神 反正就那意思,他们愿意专谋一件事情 说,我说我就不爱听这些话 你看我研究这一个领域,商学院这么小的一个领域 这么深,也不算深吧,它这么小的一个领域 美国留学生才多少 那么多留学生呢,能把美国有多少人 在美国还得学商学,管理学院有多少人 那为什么研究这么小一个领域呢 有些人说,那你挣的太少了 你挣的钱不够,你得吃饭呀,你多挣钱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多挣钱呢 人活着一辈子的意义就是挣钱 还是什么 很多人说我傻 其实我也思考了很多很多事情 人生的意义难道只是就为了印出来的几张纸吗 有钱会使你快乐 张老师不算有钱 但是比很多人活的还算是正常小康生活吧 我没觉得我比我身边呢 可能也许没有我这么多的人快乐到哪去 比他们更多的烦恼 肩膀上的担子更重 思考的事情更多 那我们与其这样,我为什么不把一件事情做精的 当我越来越了解这个美国这些商圈和管理学院的时候 一个国家 想想美国一个国家 六七千所的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教育型的机构 ASSB的商圈500多所 一个国家呀 我们现在是在说一个国家有500多所 ASSB认证的商圈 你让澳大利亚、加拿大或者其他 你不用说单独国家 你把欧洲28个成员国都加上 还有500多所的ASSB认证的商圈吗 有些人说ASSB可能更加是针对美国大学的认证 ASSB其实是全球的都在认证 那我们就说把欧洲的EQUS和AMBA的认证加起来 都很难跟美国这个商圈的竞争 在这么一个领域里面越研究越深 越研究 越得成方成口 越得害怕 张老师堂堂正正的一个中国人 我最烦的就别人说 你看小日本怎么做事情 这做事情呢 我最爱听这句话了 因为我们也可以做到 我们现在都在各行各样 我们现在都在做到 越做越好 精益求精 越做越强 越来越努力 不要眼睛里只看到钱 眼睛里看到了更多的 是生命的意义 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的导师跟我说 从这世界上这么好的管理学员毕业 你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每一个人 你们要生活一个wealthy life 还是一个rich life 一个具有财富的人生 还是一个具有钱的人生 但是这里面的财富 我想指的应该不是钱 他这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一辈子 我做人做事喜欢精益求精 我对这些大学 有些 有些特别的大学 我在反复的视频里面 就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今天 也一块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这个商管院校的竞争里面 很多的学校的态度 我真的不想直接点名 这些大学 但很多大学的态度是 多来点中国留学生吧 哦 我们多说点学生吧 哎呀 差不多就进来吧 反正给我们交学费的 大学的上课的教室 就跟坐飞机一样了 这飞机坐300个人 200个人他也得飞 100个人他也得飞 50个人他也得飞 10个人他也得飞 那么坐一个人他也得飞 教室也同样的情况下 你坐一个教授一个最一个学生也是教 一个教授教10个学生也教 一个教授教100个学生也是教 知道不知道 今天的美国很多大学教授 一个教授一节课 教500多个学生 张老师这辈子 看个看个什么什么 小镇里面的音乐会都没有500人 一个教室里面上学 一个教授能教500个人 还有700人的班 那还那真的 那还不如在家打开YouTube上看网课 那何必 何必大家大脑起来 女生化好妆 男生喷好香水的 往教室里坐那干嘛去了 也是老远也是看屏幕 所以有些事情很值得我们思考 什么是精英化教育 什么是小中化教育 什么是精益求精 今天 我这个所谓我很喜欢的大学 我觉得他们这个在今天这个大学里面开了越来越多的项目 越来越多大学开越来 今天我们开这个项目 明天我们开那个项目 今天好 你开了商业分析 我们也得开商业分析 你开了企业家学 我们也得开企业家学 恨不得一个商业能开出三四十个项目来 但今天Boston College The Carol School Management 波士顿学院 Carol的这个管理学院 在硕士级别里面 就这两个项目 一个快一个金融 在这么多年 我来回看就这两个项目 而这个项目 我觉得就是精益求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我们快来看这个项目 我们现在在看的就是这个Carol这个Boston College 这不是波士顿大学 是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 The Carol School Management 海罗这个管理学院 你看他整个这个硕士项 就是这哥俩 一个快一个金融一个会计 你说他差吗 非常强 都是榜上有名 你看金融学 Full-time student pursue traditional financial All quantitative finance track 或者量化的项目 SDM designated 要不然这会计 你看会计有多牛 Our student first time CPA exam pass rate 第一次考CPA的考试的通过率 more than 30% higher than national average 比美国平均值高了30% 全全国全美国排名第13 人家这叫精益求精 就这俩项 自己看看这个会计学 我每次看这个会计学 你看这全日会计学吧 然后这有一个量化金融的分析的课程 分析的分支 再看里面的课程 Investment Coverty Financ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Econometrics 对吧 然后Fintech 这个和separate currencies 量化的profitable management global macros degenerative risk analytics behavioral finance stated analytics fixed income 你看人家的交流 然后SDM designated 认证的下部归程毕业 还有延长的OP的许可 平均的本科的GPA 平均的GMA的成绩 包括这个平均的profile和diversity 所以整体来看 我为什么觉得Botson College 你想办Botson这个地方 又是这么多大学 今天这大学那大学 一个小小的Botson 和Botson的范城市区里面 有将近快有一百多所 两百所的这种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教育型的机构 就是教育型的组织 那么Botson College 能把事情做精 而且把项目交好 实实在在的 学生的就业和学习到的技能 才是最重要 我每周五个岛免费的 最近时间大家想联系到 可以给我发表 叫FIRSTM.LA 最重要的是 什么意思 这也就是他们 是要学习和经历的生活 是要学习和经历的生活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